是一种品味 也是一种趣味 想象力的无限延伸 创意生活Life Design 谁呀 诶 露露你来啦 欢迎欢迎 啊 娜娜 不好意思打扰了 谢谢你今天招待我来玩耶 哎呦 不用客气啦 我看你一个人从台北下来工作啊 假日一定会很无聊 刚好我最近也布置了家里哦 所以想要找个人来分享一下 那难得放假啊 你就来这边好好的休息一下吧 好的 那就谢谢你咯 哇 娜娜 你们家好大 好漂亮哦 诶 居然还有花园 太夸张了吧 是啊 那你就随意逛一逛 我到这个厨房准备一些点心哦 那我也来帮忙 天呐 厨房里的用具什么都有耶 对啊 刚好我自己对这个煮东西啊很有兴趣 诶 对了 我正在烤蛋糕 等一下就可以吃咯 难怪我闻到这个味道 好香哦 诶 娜娜 你的耳机怎么跟这些调味料放在一起啊 那个不是真的耳机啦 你看仔细一点 那个是椒盐罐 就一边啊 可以放那个胡椒啊 一边可以放盐 诶 造型是不是很可爱 真的耶 好酷哦 我刚刚真的以为它是耳机耶 对了 你之前不是说有几本想要看的书吗 我都放在我的书房的桌上 你去看一看吧 好啊 哇 这里有好多书 也太壮观了吧 诶 这本好像很好看耶 还有那个 那个也是 哦 娜娜的书桌好整齐哦 不过这个是什么啊 是什么东西的开关吗 露露 你有找到吗 哦 有啊 不过娜娜 你书桌上面那个开关是做什么的啊 而且五颜六色的 是有不同的机关吗 不是啦 那个是犀利小人磁铁组 就像你说的很像开关哦 这个呢 就像一个小人头啊 低头跟抬头一样 不仅是磁铁还可以在上面放眼镜啊 还可以放一些铅笔啊 那工作的时候想要找什么一下就可以看到哦 非常的方便 造型也很特别 我才买的耶 真的耶 这个就像小人头在跟我点头耶 我刚买回来的时候啊 就还有人问我说 诶 你是不是在学吉他啊 因为这个造型呢 有点像那个弹吉他那个弹片啊 真的 我把那个胡椒盐罐误会成是耳机 原来还有人把这个磁铁组误会成是吉他的弹片 诶 娜娜 你用的东西都好有趣哦 当然啊 一定要用一点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啊 我最讨厌无趣的生活了 今天可以来这里玩真的是太好了 诶 我刚刚就想问你厕所在哪里啊 哦 走出去左边第二间就是咯 好的 厕所的摆设也不马虎耶 这一幅画好美哦 该不会是自己画的吧 这浴缸也太大了 下班回到家好好的泡澡 一定可以赶走所有的烦恼 诶 这个是什么啊 不会吧 娜娜居然在泡澡的时候玩玩具 她也有同趣的一面哦 娜娜 没想到你也有同趣的一面耶 会在泡澡的时候玩玩具 哦 你说那个哦 那个不是玩具啦 我想你看到的是那个小人飘浴缸塞啦 啊 那个可爱的玩意儿是浴缸塞 对啊 想不到吧 一般浴缸塞都黑黑的啊 都不怎么美观 这个小人造型的浴缸塞呢 不仅特别 还可以在泡澡的时候呢 想象一下 工作一整天有没有让你不开心的事 或是惹你的人 就把这个小人浴缸塞当作是他哦 踩个两下 然后呢 让所有的不愉快的人事物都沉在水底哦 太好笑了 原来你也会用这种方式来发泄 我还想说你看起来都这么有朝气 是不是都没有不开心的事情咧 哎 怎么可能呢 人多少一定会有一些不开心的事啊 所以我们就应该让生活变得丰富有趣不是吗 没错没错 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当个工作上 生活上的创意达人 欢迎收听创意生活Life Design的单元 在家中呢 有很多的这个家中物品 比如说在厨房的啊 或是浴室的啊 那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些用品上面呢 多加一些创意跟趣味 就能把原本你认为一成不变的生活 变得既方便又有趣 那今天在空中呢 我们邀请到的就是 多艺田有限公司的业务Quina跟设计师Rock 要来跟我们介绍的产品呢 就是这两个的生活产品 它一个是厨房餐厅用的 另外一个呢呢 是浴室用的 我们先欢迎两位 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 是 两位好哦 我们先从这个厨房的用品来介绍起好了 它的名字很酷 叫做盐多必失点头之焦 那这个盐呢 是盐巴的盐 然后焦是胡椒的焦 听这个名字你猜得出来它是什么东西吗 没错 它就是一个焦盐罐 我们请Quina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样子一个很有创意的焦盐罐好吗 它的话是做成两个小人头的造型 它是要怎么样使用 就是把焦盐跟胡椒 它有两个槽嘛 对不对 它有两个头 就一个你可以放胡椒 一个放盐巴 那它就是可以甩一甩 嗯 不是甩甩 咬一咬啦 咬一咬 就倒出来了 对 然后上面有几个洞 那个胡椒跟盐巴 就会从这个洞里面 就这样 那如果我想要 就是我不想要同时撒盐巴跟撒胡椒的话 我想要就是个别撒它做得到吗 它可以把它关起来 哦 它可以把它封起来 就转一个方向然后 然后它就会另外一面会 嗯 对 它就可以 对 它里面有一个设计 就是当你去扭动它这个 呃 这个圆形的容器 这个头的造型物的时候 它里面的开关 就会把它关起来 阻挡这个盐 或是胡椒的释出 你就可以指 呃 你可以两个一起使用 也可以只用 只撒盐 或是只撒胡椒 嗯 对不对 对 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个 产品啊 其实它是有一个系列 是跟音乐有关的 对不对 嗯 对 嗯 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很有趣的系列 它这个是叫 它叫研独鼻石胶眼罐 那它是砂灵造型 那另外一个就是 呃 是 它是叫冰清玉节 夹小人的制品搅拌棒组 嗯哼 对 然后再另外一个 还有我们另外一个产品是 吃对摇捆吉他叉 嗯 嗯 所以这几个都是你在用的时候 可以把它当成是乐器来使用的产品 对 就是有一点趣味性 对 趣味性非常的强 对 那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是胡椒罐 是属于胡椒 胡椒跟盐罐 是属于厨房的用品 那接下来这个一样很酷 它叫做 小人飘浴缸塞 因为通常你知道家里如果有浴缸 就一定需要一个浴缸塞嘛 那一般的这个浴缸塞 它就是一个铁链 然后拴着一个黑色的球 其实是有一点丑的 我们接下来请Rock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这个非常有设计感的 这个商品叫做 小人飘浴缸塞好不好 好 嗯 对 它的外形是一个小人乘坐在 在游泳圈上面 然后它 它的意象就是小人 像是在 在弯洋当中漂泊 然后没有人去救它 嗯哼 对 等于说它的这个下面有一个塞子 塞住了之后 它也是同样有一个铁链上来 然后它上面就会有一个小人 坐着像刚Rock讲的 坐着一个 这个游泳圈 然后漂浮在水上的感觉 对 对所以你可以一边泡澡 然后一边嘲笑它 对 有这样的一个抒压的功能 对 那我们再讲一下它有几种颜色好不好 好 它总共有两种款式 然后小人身体是皮肤色 然后游泳圈有白色配蓝色跟白色配红色 嗯哼 对 对那它这个 好像铁链的部分也是不锈钢的吗 对 嗯不锈钢 所以泡在水里这个怎么用也不会生锈 那其实我们晓得就有了这些东西啊 就家庭的日用品这些东西 你也很需要一个地方是可以把它挂好的 那在这边呢 也看到了一个非常方便的东西 是可以帮助收纳的 它叫做犀利小人磁铁组 它就可以拿来挂这些东西对不对 Creen啊 对的 因为它就设计上有点像我们在 开灯的那种开关的使用方式 你可以叫它往上点或往下点 它都可以挂东西 嗯 往上点或往下点 所以它是吸在墙壁上的 吸在磁铁上 磁铁上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磁铁 它本身下面会有一个底的 是一个黑圆形的磁铁 那小的那一片再吸上去 嗯哼 对那你可以把它粘在墙壁上啊 或者是说可能办公室有那个 隔板也是那种 铁座的那种的 也可以把它吸在上头 嗯哼 所以它要像那个开关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把它吸在上面 然后把 你可以推它往上 它如果向上推把它打 像开关把它打开之后 那它的下巴就会翘起来 哦它就会有一个角度 就可以悬挂东西 就是那个是夹眉毛 可以夹眉毛 然后它那个头上面也是一个像 气球头的造型 那上面可以挂像橡皮铁铁 或什么之类的 那如果说你把它往下点的话 它就是下巴就收起来 那它上面那个 有一个 因为它是大概是算45度角的那个呈现 那它这个平面上面可以挂一些 看你是要收纳耳机还是挂眼镜 之类都可以 哦耳机也可以挂所以其他的这个负重程度也是还不错的对不对 还OK 嗯 那Quina有刚刚提到 它的这个磁铁组的造型 其实它是有设计了像是一个开关的功能 那除了可以让挂东西比较方便之外 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也很方便的功能 我们请Rock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是它除了类似开关的方式可以按压之外 那它也可以挂东西 那一般市面上面很多吸铁它吸上去之后不好拿下来 嗯 对那因为它的造型是层45度 然后按压的时候也比较方便拿下来 嗯 比较常使用在隔板 然后还有就是可能 可能家里的话就冰箱啊 或是一些铁架之类的上面 嗯对在办公室里面 吸在这个隔板上面拿来挂东西 真的非常的方便 而且又很简单 看起来不会很杂乱 那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的就是 多一田有限公司的业务Quina跟设计师Rock 跟我们介绍的这三个产品呢 第一个叫做严多必师点头之交 是这个厨房用品 那第二个呢 叫做小人漂浴缸塞 是属于浴室的用品 第三个呢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收纳非常方便的 犀利小人磁贴组织三个产品 我们再一次谢谢两位 谢谢大家 是创意生活Life Design 我们下次再见 创意生活Life Design 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 让生活充满创意 打造创意生活